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地方它所有的车辆都没有B车牌 云南简称云 省会是昆明 那就应该叫云A 但是如果喊它云B 很多人都不会记得 因为这曾经是云南东川市的车牌号 但是后来由于东川市改为东川区 只属昆明 所以云B就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虽然云南没有了云B的车牌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云南美丽的风光 云南的风光还是很多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云南是一个偶遇斯密大的地方 或许在那里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人 云南还有着美丽的玉龙雪山 也是知名度非常高的 玉龙雪山去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它的景色十分的迷人 云南的丽江古城也是很多人去云南必须游玩的景点 丽江古城是一个小镇 在这个小镇里面有卖各种花样的小玩意 甚至还有一些珠宝 喜欢购物的朋友完全可以来这里 消费到底绝对抱你满意 但是小编先提示一下大家 这里的物品是可以还价的哦 虽然这么多年以来 云南车牌好早已没有了云B 但是这里的游客确实不断的在增加着 车牌根本影响不了什么游客们的脚步 最近几年云南每年的客流量都在不断的增加中 大家觉得云南没有B车牌 会影响你们去云南游玩的脚步吗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